在上一條影片我們講到 4必2寶馬 它能夠表達的數字範圍 是由負8去到正7 那如果現在有個數是正8 就已經慘慘珠表達不到 因為不夠必 不夠memory 有一樣更慘慘珠的東西就是 計計下數才整個正8出來 那就幾糟糕了 例如 我們要計7加1 那7是0111 1是0001 所以0111加0001 那就等於1000咯 咦? 這個是負8咯 7加1等於負8 好像9不答8咯 事實上 這裏真是出了一個error 叫做日出錯誤 over4 error 簡單來說 就是電腦在計數過程中 產生一個大度或者小度 不能夠正確表達的數 在這個例子裏面 7加1之所以會等於負8 是因為4必2寶馬 1000是被負8用了 我們在上一條影片講過 而寶馬就好像一個loop那樣 正數和負數去到盡 個bit pattern就會connect 剛剛7就已經是最大的正數 再加1就踩過界 去了負數那邊 變成負8咯 情況就好像一個已經裝滿了水的杯 再加水就滿射 overflow咯 要減低overflow error出現的機會 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用多些bit去表達一個數 例如由4bit轉做5bit 就可以立刻解決剛才那個問題 那麼5bit2寶馬 可以表達到的數字範圍是多少呢? 首先我們看正數 因為所有正數的共同特徵 是0至行頭 所以最大的正數就是0後面 全部同我一完 即是01111 那麼這個數是多少呢? 就是將每個1的位值加起來 即是1加2加4加8 等於15 那麼負數那邊又怎樣呢? 因為所有負數的共同特徵是一字行頭 所以最小的負數就是一字後面 全部同我零完它 就是1000 咦?這個最小的負數 和最大的正數 可以說是搭到絕 因為他們的0和1 剛好是完全相反的 說回頭 那1000是多少呢? 這裡我們介紹一個秒殺計負數的方法 其實是和計正數差不多 將所有在一字的位值加起來就是了 只不過最左邊那個1 要看成為一個負數 所以 1000 就是0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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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等於-16 所以5bit2寶馬 可以正確表達的數字範圍 就是由-16去到正-15 於是乎 我們再做7加1 即是0011加00001 等於0100 很正確地等於8 並沒有任何error 好啦 在這個moment 又想考考大家 如果再加1bit 去到6bit2寶馬 這個範圍就會由幾多去到幾多呢? 就給10秒鐘大家想想想 對 對 就是由1000000去到011111 即是-32去到正-31 如果是7bit 就是由-64去到正-63 8bit就是-128去到正-127 OK 搞了這麼久 那如果是n的bit又會怎樣呢? 如果我們把數字化成2的指數 就會看到這樣的pattern 所以如果是nbit 最小的負數就是-2的n-1次方 而最大的正數就是2的n-1次方再-1 就是這樣 用的bit越多 即是memory越多 表達到的數字範圍就越闊 出現日出創 overfall error的機會就越低 最後 在什麼情況之下 兩個數相加有機會出現overfall error呢? 我們留在下一條影片再說吧 拜拜 剛才你張開了 最後究竟的會議 嚇死後 感谢观看